姑娘们小心了,开豪车的不光是富豪,还有可能是白领打工仔。 姑娘们小心了,开豪车的不光是富豪,还有可能是月薪三能零零打工仔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看到有人开豪华跑车的话, 潜意识里都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有钱否则,也开不起豪车。 但是社会发展了,如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租不光豪宅可以租,如今动辄上千万的好车, 也能租虽然说租赁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毕竟豪华,车的造型和地位还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的。 不是有这么个段子普通青年,在女神生日时,花了2800为女神买了一台iPhone, 然后花了200块醒女神吃了一顿饭结果,换来了女神的依据, 谢谢你你是好人儿,另外一个机智青年则在女神生日时,花了3000元租了一台宝石解911买了一朵梅, 归花了5块带着女神兜风之后,同时还说着整体是高端餐厅,都吃腻了,咱们今天去吃麻辣烫吧。 吃完送女神回家时,女神问,要不要上来做做大标志Created with Skars月薪3000也能租到好车吗? 其实还真可以不光是顶级好车,诸如宝石解911,帕拉梅拉,马沙拉蒂总裁等租一天的费用,也就是3000元左右一天, 只不过是单天租车时,兼和公里数有限制超过之后,需要额外加收费用,如果是奔驰,宝马等普通好花品牌的话则更便宜。 很多人都感到惊讶,没想到还能怎么求婚的,一时间这位男子在该学校也成了一位名人,不过事后在很多人的不断询问下,男子才说出了这款豪车的真正来历, 这款车是他租来的,不过仔细想想觉得,小伙子还是挺厉害的,毕竟很多人还是花不了这么多钱,拿个几千块就租个一天的豪车,这种花销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奢侈。